这位同学问的 他说听经经常听道要一念不生 但是又有的说要观想净土 才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 不知应该怎样才被 这个问题都对 也都不对 怎么说都对呢 与自己根性相应就对 与自己根性相应就不对 这些方法有的人做它很有效果 有的人做没有效果 这个就是根性不相同 大致上 从这个总的原则上想 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 常常有两种状况出现 一个呢 浑沉 听经也好 念佛也好 那只见就更不必说了 大壳水 这叫昏沉 这是一种状况 另外一种状况呢 跟这个恰恰相反 忘年很多 不用功的时候好像还不觉得 越是想用功啊 和忘念越多 这在佛法叫钓鱼 忘念多 那么这两种方法是对峙的 如果妄念多 就用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是修定 来对付妄念的 如果是昏沉 那就用观 念佛加上观想 就对付昏沉 这是治病的方法 所以要看我们自己 是什么样的毛病 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来对治 如果这两种毛病都轻 那你就不需要 就是一举佛号念到底 就很好 那么注意调身就行 这个念佛 佛是以精行为主 念佛堂也要懂得这些方法 我们在华言经看到得云比丘 四十华言里面 吉祥云比丘 他是一个修念佛法 那么他念佛的方法 偏重在精行 所以是日以绕佛为主 如果绕的时间久了累了 累了可以坐下来 我们叫止尽 绕佛的时候出声念佛 止尽的时候不出声 可以念也可以不念 如果不念呢 听 听这个绕佛的同学 念佛的音声 注意听 这样好 都能够设心 如果做久了 起来活动活动的时候 拜佛好 拜个十几拜 拜个几十拜 保持着心不散乱 非常重要 心尽则复途径 这个念佛往生 最重要的条件 是亲近性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